案336 他近期没有一个出国室 是一位社区的保全 那相关案件我们再传个疫调 案336是一名北部高级社区女保全 目前感染源不明 媒体关注是否潜传无症状患者 传染给女保全 台大医师李宾毅表示 不能排除可能性 无症状感染者会传染病者 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他机会是比确诊的病例还低很多 观察的就是说 我们的无明显传染源的社区感染者 近期会不会有增加的趋势 如果没有持续增加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社区感染的情形 可能还不是很严重 可能会被得到控制 指挥中心展开疫调 目前已匡列女保全职场同事7人 同住家人5人 社区住户需自我隔离 社区内有出国室有症状就要裁剪 另外有接触顾保全 有出现症状也要进行裁剪 媒体关注是否应该对全社区进行裁剪 即使是已经得到感染了 你可能在潜伏期 你裁剪会阴性 目前的那个做法还是说 如果是有接触的问题的话 就是14天没有任何症状赶快裁剪 那现在去裁剪 不一定能够遭到病毒 而且可能就是会造成安全的假象 李平一指出2003年SARS疫情后期 又出现患者找不到感染源 但被控制住没有传开 尽管无症状患者可能传染给他人 但重要的是民众的警觉心 每个人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就能够避免疫情散步扩大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家伟中英田 台湾台北采访播的